好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我们今天节目呢 在上半段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某某富邦媒啊 那么事实上在股东会的时候 他已经有通过了 他配发这个16块钱的一个鼓励啊 现金就有15块 股票鼓励啊 1块钱了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 大概也都在买这个某某的商品啊 我其实只要进入我们家 都会经过那个管理室 管理室一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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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都是某某来的 其实你可以知道说 他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占有率非常非常高 然后消费者对他的一个这个信赖度也蛮高的 因为他的退换货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因为我自己有换过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 当然不是他多厉害 或者是他多棒 而是说他已经到了一个万物企业 就已经包山包海了 什么都包了 什么都包了 那过去我们跟大帅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有谈过PC Home跟MOMO这两家公司 也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的PC Home这么惨 那MOMO每个人都在上面买 当然我们也比较了他们的毛利率 比较了他们的薪资结构 比较了一些问题了 那今天我看到这个其实上周之前 有做这样大幅的一个报道 那这个报道当中 其实提到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这个企业已经越来越大了 那大到一个程度之后 会不会有很多的企业 就可能会被他踩死 那他也不是故意说把你逼死 因为大家有钱尽量做嘛 就是大家有钱 就要大家赚各自的 可是为什么他会让一些企业 活不下去了 对一些电商来讲的话 其实压力很大 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貌 未来他会碰到什么样的瓶颈 我们待会都会跟大家 做一个这个商业机制上 跟大家来做一个探讨 好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 我觉得这几年当中 开始有很多人关注的一个议题了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台湾就是少子化嘛 然后大家就不婚不生嘛 但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也看了欧美的一个报告了 那欧美为什么没有少子化的问题啊 那他们更是享乐主义者啊 不会像我们这么乖乖的 就是这个结婚生子嘛 不会 可是呢在国外有个跟台湾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他们的非婚生子女的比例 其实是蛮高的 也就是说你不用结婚 但是你可以生小孩 可是在台湾其实不是 就是说非婚生子女 你被整个不管是文化 家庭家族社会接纳的可能性 其实是蛮低的 那现在我们又看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女生也知道 说哦那我年轻的时候 我去冻软嘛 我把我的软子冻起来 那以后我就是工作 然后呢等到我这个 想生小孩的时候 起码我有健康的软子可以用嘛 对不对 不用在我们试婚的年龄 因为我们的软子会老化嘛 会会会年随得年纪越大 然后软子就没用了嘛 那如果说我的软子能够保存下来之后 我是不是对于 呃未来像买个保险一样 我可能就可以生小孩 但我觉得看这个报道之后 我也发现有个问题 也就是好了 我今天年轻人我去冻软了 但我没有精子 就是我没有找到 我喜欢的呃男朋友 这个先生 你还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呃呃 完整的一个求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今天呃会跟大家来谈一谈 也就是台湾少子化的一个迷思 到底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是在法律吗 是在制度吗 是在我们的呃社会的一个架构跟框架之下吗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让我们觉得 嗯 其实我看到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报道 也让我很感动了 当然我觉得呃收养了 待会如果有时间 我们会聊到收养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大概觉得说 哎如果我今天不婚不生 那我可不可以收养了 或者生不出来 我可不可以收养 但说实在的收养是一条慢慢呃 呃长路了 当然我们有看到很成功的一个案例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呃 你收养的孩子 那在历程当中 你要怎么跟他讲 就是你不是我生的 呃 这本来就很难的一件事情 那呃 有一些孩子 如果他不是在正常家庭当中出生的 他的呃 学习能力或反应能力 应该会落后 就是有人照顾的 因为他互动会变少 那如果他在生产 嗯 迟缓 又或者是说 他的发育比较迟缓的时候 你能接受吗 你愿意领养这样的小孩吗 所以台湾的少子化的问题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这些孩子如果没有人领养 那他们以后怎么办呢 他们就没有爸妈 这问题就就蛮大的 好 所以我们待会一起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好 今天的本日之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缺工缺工缺工 台湾缺工 中国大陆也缺工 所以呢 他们的官员就讲了一句话了 说赶快放下你读书人的架子 赶快来工地工作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了 好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 刚已经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今天的本日之最 是因为真的全世界都在缺工嘛 那台湾当然也缺工了 不过我们看到了中国 中国的蓝领其实是大缺工的 可是你知道吗 中国那个教育部的一个数字 我觉得非常可怕 他们那种高校毕业生是1076万人 这是2022年 2023年高校毕业生1185万人 这就是这么多的一个毕业生 那怎么还会缺工呢 会缺工呢 那当然他们觉得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也就是 其实他们的海归派 就是出国去游学回来的 游学回来 那他们对工作是有期待的 有期待的 那他们就会希望找到 比较好的工作 那另外呢 有一些学生他们去念书以后 他们觉得诶的硕士不够 念博士 所以有些海归派就没有回来了 那另外有一些顶尖大学 说实在不管是清大北大 复旦上海交通 或者是什么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 这些我们都听过 这些这个大学生 他们现在要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那我去念大学 我的工作怎么办 我的工作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 就是我能不能找到好的一个工作 那可是呢 对于一些企业来讲说 我不需要多高学历的这个学生 我也不需要英语流利的 你赶快给我上手就对了 也就是缺功缺成这样之后 变成一个整个是一个大 大结构下的一个问题 就出国的人出国了 留学的人留学了 那另外那个中学毕业之后 他去念大学 就算他可以念顶尖大学 他也会担心 那我以后的工作是怎样 对 那企业界也会觉得说 你们这些大学毕业的 顶尖大学毕业的 那你们能够来我这边 就是做这些 这个辛苦的工作吗 做蓝领的工作吗 还是你们只要做办公室而已 那现在看起来 中国的确就是有碰到 缺功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他们现在中国的媒体 都在宣布说 拜托放下你读书人的一个架子 我们要培养一些劳动人 劳动市场的一个人才 这些人才其实比学术界 学术界要用的人还要再多 所以在微博热搜当中 就一直有很多励志的故事 就叫你要开始去工作 要放下读书人的架子 要面对就业的压力 要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 要当一个有志青年 不要困在长山当中了 好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状况 好今天六月一号了 那其实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 夏季的一个电价 六月一号要上路了 六月一号到九月三十 我们实施的是夏季的一个电价了 那真的民众是有感的 是有感的因为我们四月份有屌过这个电费 所以如果现在对于下月 就是夏天的一个电价的话 应该是非常有感觉的 好这计算的方式当然是有点一个复杂的 因为我们大概都是以住宅为主 如果你是用电大户的话 用电大户更早 五月十六号就开始 一直会延长到十月十五号 那民生用电呢 这个夏季的电价开始时间 是六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 我先讲住宅部分了 住宅的话大概每个月的用电 是七百度是一个门槛 好七百度是一个门槛 那如果你用电是七百零一到一千度 就你超过一度了 好到一千度以下的话 都是为一条三percent 那如果是你一千零一度 你要调涨十percent 好十percent 那商业有一些商业了 好那希望稳定物价 好那用电是一千零 一千五百零一到三千度的话 大概调涨三percent 三千零一度的上涨五percent 好五percent 那要降低这个 电费调涨的一个冲击啊 所以也没有一般来讲 他看这个数字 大家也就知道 并没有调的非常非常的高 好总之六月一号了 好那电价的调涨的一个 方式 大家有分住宅的 有分这个产业的 那产业当然有中小型的工厂 商办啊超市了 是比较不一样的 还有特别就是用电大户 用电大户 那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会 这个费率了 所以大家也要稍微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这个电费了 不过说实在的 夏天用电量 没有超过七百度的 也占了住宅用户的八十八percent 所以这其实比例还算高了 所以如果现在算起来的话 影响的人 没有想象中这么高了 不过说实在的 我觉得生活费就像各种小偷一样 涨一点涨一点 就像我常常吃的一些 小吃啊 你可能觉得涨个五块钱 还好吗 或涨一点 还好吗 可是你累积起来的话 说实在的 我觉得它还是一笔数字 这个在生活上 我觉得也造成了一些的挤压的一个效应了 这个在我发现到 因为我在学校还有在教他们快毕业了 他们也告诉我说 这个生活费的确是有一点压力 所以有很多学生也想说 赶快就是如果毕业典礼举行完之后 六月毕业典礼举行完之后 他们也要赶快去找工作了 不然的话 他们也会觉得说 他们说吃不饱 也就真的吃不饱 因为东西的分量 其实是有点变少的 对于说那种正在长大的孩子来讲的话 那真的是吃不饱的 所以的确是有一些生活上的压力 所以我刚刚讲了 你可能长一点长一点 你没有感觉 可是你把它统合在一起 一个月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钱是不够用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最近有个什么新闻 有了 就是内政部 内政部有公布了 就是如果 如果说这个台湾 现在除了高龄化之外 我们要关注另外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就是零家庭照顾者的一个时代了 也就是说 我们的成员越来越老 那如果说一个家庭当中 如果有一个人生病了 失能的话 可能没有家人或朋友 可以照顾的 亲友 朋友 大家很难 亲友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好 一点半的 看看台股的表现 那么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 万宝投顾的执行长 赖建成 赖执行长 执行长 请说 昨天美国股市 是市大指数出现 拉回的情况 这个虽然呢 大家看到的 债务上限的协商 这个表决 都有一些证明的结果 当然后续 还要送给参议院表决 不过呢 这个要通过的几率非常大 但是市场上 为什么不领情呢 其实重点在于 FED呢 针对最近的通膨数据 又降不下去呢 有些担忧 会不会在六月中旬的会议里面呢 再度出现升息的情况 因此呢 就压抑到整个 科技类股的一个走势 尤其是近期 出现飙涨的费半指数呢 昨天回挡了 2.71%的一个幅度 这个因此呢 也联动到 今天的台北股市 在科技股方面呢 这个受到一些影响 包括了台积电 今天跌了7块钱 联发各个股价 也跌了11块钱 同时呢 部分的一些半导体呢 轮动的很快 尤其是像昨天 强劲的记忆体族群呢 今天又普遍出现拉回 旁边上来看的话 一些指标性电子股 大家所乐中的AI概念股呢 虽然还是有活种 包括了今天的 这个散热的族群 或者是呢 在一些比较次产业 设备 网通传输 相关的个别股 还有表现以外呢 大部分的一些指标性的个股呢 力道上就稍微比较弱一点点 那部分的资金呢 则往传产类股来做靠拢 今天呢 包括了探权相关的概念 尤其造紫类股 今天大涨了4%以上的一个幅度 表现最佳 航运股呢 也在这个航空双雄 这个像长龙航 大涨了6个百分点 华航涨了4个百分点的带动呢 这个航运类股呢 涨幅有1% 同时观光股呢 也呈现走高 汽车股依旧还是延续 昨天的一个表现呢 还是有个股来做拉升 除此之外呢 在OT系的类股里面 表现最佳的 除了观光类股之外呢 就是文创相关的个股 毕竟暑假即将要到来 不管是文艺上的表演 或者是呢 游戏相关的一些个股呢 今天整理的表现 都相对比较强势 明显看到大盘指数在陷入整理 今天中小型个股呢 扮演比较活泼的一个角色 这也可以从呢 贵买指数 今天是翻红的 集中市场则是出现一个 下跌的格局呢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当然呢 进入了6月份呢 5月份的营收 即将要陆续公告 从这礼拜到下礼拜 陆续的公告 那相关的 这个这段时间 飙涨的一些个别股 能不能有量力的 一个营收出现呢 则是后续股价 是否能够再转强的 很重要关键 当然呢 集中市场尾盘 进一步有一些卖压啦 中场是跌了66点 那从量的角度来看的话 只有2700多亿 所以最近呢 指数可能陷入高涨整理 个股呢 来做一个表态 尤其是业绩面 比较不好的 还有呢 6月份 是第二季的最后一个月 投薪的做账族群呢 也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 好 欢迎回来理财 生活通知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跟大家来聊一聊 MOMO 你有没有在MOMO 买过东西 你什么东西都买了 现在连书都可以买到了 它已经成为 千亿元大官年 这个年收入的一个大企业了 那现在股东会当中 也宣示了 它未来的一个里程碑了 到底它是怎么样 有一个拼装车 走到一个集团下面的 最大的经济目 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探讨一下 好 先欢迎一下 我们商业周刊议题中心的 主任吴忠杰 忠杰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其实我之前看到 你们的封面故事嘛 谈到了MOMO 是不是先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是说 什么东西都可以在MOMO买到了 它是怎么样 从一个拼装车 然后这个跌跌撞撞的 到现在 都唯我独尊的耶 它说了算耶 对 我们这次其实把MOMO定义成 叫做万物企业 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是有机可需 你看国外最大的电商巨头 亚马逊 它也是这样子的模式 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在上面买得到 而且这个什么都买得到 不是只是你想象中 它把大卖场搬到网路上而已 因为我们说 现在MOMO卖书 也没那么稀奇嘛 很多大卖场 其实以前也都会卖一些书 卖CD啊等等 但你会看到 MOMO接下来 他会卖的东西 是越来越多样化 可能有一些读者 应该说有一些消费者 应该已经注意到 其实在MOMO的网站上 他们也会卖一些 蝉险类别的保险 像之前疫苗险啊等等 他们上面你也买得到 然后接下来他会卖什么呢 他会卖一些 不是直接卖给你 你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一次的股东会上 然后就是MOMO董事长 他也亲口宣示了 他们接下来要卖广告 卖广告的意思就是说 他会把他的 你看你点进去 不管是MOMO的APP 或他的网站 上面有好多好多 一格一格轮流在展示 各个商品的地方嘛 那以前可能就是他自己来展示 我想卖我的东西而已 未来是他把这个 一个一个的露出版位 都当成一个广告口 去卖给众多的这些供应商 或想要去上面打广告 卖东西的人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大家猜一下 MOMO的这个毛利率 大概是多少 他大概就只有一成左右而已 可是呢 卖广告是一个毛利率 非常好的一个事业 广告毛利率 如果你去放眼像 脸书 Meta Google 这些等于是 以广告为主要事业收入的人 他们的毛利率 至少都可以五成以上 然后特别你看很多媒体 以前为什么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其实大家 也都是靠广告这件事情 广告的毛利率 对这个零售业的人来说 是非常垂涎的一件事情 他们的前董事长 之前自己上Podcast的时候 也讲过 他们一想到广告这个事业 真的是会流口水 所以这个是他们很想做的 那另外一个很想做的是 他们也会开始做物流 等于他把 毛毛最强的就是物流 大家都知道 有时候你半夜一点下单 搞不好隔天早上十点 下午一点就收到了 他大车小车都有 对大车小车都有 然后他甚至还分批送给你 那反正他这个 这么厉害的物流服务 其实接下来 他也会开放给其他电商 其他想要做生意的人来用 我觉得很怪 他的物流 因为我们有社区 然后每次收的时候 我都会发现 奇怪了 收十几二十包 他就不能够聚集在一起吗 他这样效率比较高吗 对这个其实也是 我们里面提到 为什么刚刚 韵芬的水有提到 其实毛毛从当年的拼装车 好像一开始 其实不是集团里 众所瞩目星星 有一点爹不疼娘不爱 这种感觉 结果变成今日的 金牛明日之星 其实重点之一 也是他在物流这一仗 打得非常漂亮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在二零二零啊 二零二一啊 的时候台湾疫情有几波震热嘛 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下单一箱东西 他可能过 比如说当时PC 或一些公司 哇你下单 他可能过三天五天 甚至一个礼拜 才来 因为全部人都要在家里买东西 所以物流塞车 可是这个时候 大家就发现 哎 毛毛怎么不会塞车 其实就是他做了一些改变 因为以前他们也是 他们把这个物流送货 这件事情 成本看作是最重要的 所以当你把成本看作是最重要 那他就会想办法 要把所有东西都集在一起 在一起寄给你 所以有可能这个东西 我没办法马上有货 那我就让你等个几小时 等个一两天嘛 那我再全部集在一起 再寄给你 那我省包装费 省物流费用 可是他们后来把他改变 他变成 我要以使用者体验为最优先 而不是以我自己的成本为最优先考量 所以就变成这个状况 也许你下一单 而且搞不好你买的一单 是同一个品牌的东西 又只是他里面 有两三样赠品 或是这个是一个组合 然后所以你会先收到主商品 后面再收到赠品 或你先收到赠品 后面才又来一箱主商品等等 这个就是因为 他想要尽可能的 让你尽快收到东西 所以这也是他们崛起的原因之一 物流嘛 然后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说到底电商拼什么 早年的时候 你大家都是拼速度嘛 那时候还讲说 那个24小时之内 然后拼完速度以后 是拼品项 然后拼会员 可是大家很少想到 会拼的竟然是物流这一块 对 其实这个最后一理路 对电商来说是非常重要 这也是 默默可以崛起的原因之一 那另一个他崛起的原因之一 其实也是刚刚提到的品项 就我们一开始最好奇的 默默竟然也开始在卖书 而且他卖书 还让伯克莱好像整个 就是这个 对营修整个掉 对 对电商龙头变得好奇才 对我看到伯克莱 亏损的时候 其实我脸吓一跳 因为我想要统一集团 对啊 大家想统一集团 虽然说 默默背后有富邦 富爸爸是富邦 但伯克莱也不是神游的灯 他背后也是统一集团 但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 在这一次的专题里面 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论述 就是 你就把默默想象成是一头大象 他这个巨兽 他在森林里 要去寻找水源 寻找食物 壮大自己的过程 他其实从来没有想说 我要打倒伯克莱 或我要打倒谁 他只是在这个往前进 要真 应该说要去掠食 要长大的过程中 他就不小心 不小心顺便踩死了 路上的这些人 路上的花花草草 路上的其他小蚁小兽 这样 对其实他要做书 为什么他要做书 其实很简单 就是像刚刚提到 因为他想要变成一个应有尽有 你来我这边什么都买得到 当你来我这边 你的选择是越齐全的时候 你就越会来买 你们就想象 如果我今天去一家商店 我要A也没有 要B也没有 那我下次一定就去别家 可是今天我来某某 我要什么都有 那我就在这边一站购书 可是书不会是生活的必须品 我必须想 我冷冻贵 我也是在某某买 我一个朋友最近也跟我讲说 别去那个东京排队了 现在连日本东西都 饼干 你喜欢吃都可以买到了 我天啊 但书我还是真的想不透 是想要增加一点书香气息吗 就不是那么商业 可是他也是快 他快要把另外一只象也给踩死 这只大象 对 他其实 我们这次也提出 就是说 其实你会越来 看到越多这样的例子 就是 他毁灭你 其实与你无关 就是他毁灭你 与你无关的 因为他就是 只是要自己茁壮的过程中 因为我想说 卖书我可以增加我的品项 然后增加更多客人 对我的粘着度 然后让更多的不同的族群 都愿意在我这上面来消费 而且这其实也会跟他要壮大 他所谓的生态系是很有关的 因为这也是这一次股东会上 就是蔡明中董事长 他有民事的一个东西 叫做mobi生态圈 我相信有在momo购物上面 买过东西的 听众们应该都很清楚 就是如果你有加入 应该说你有办他的那张联名卡 那你购物之后 他就会回馈所谓的mobi到你的账户 那当他回馈mobi到你的账户之后 你就会粘在上面 怎么又进来了100块50块200块 那我得把它用掉 那我就会再有下一笔消费 下一笔消费 又进来了40块60块80块 那我就会继续用掉 所以当越来越多人进来使用 然后也越来越多人去产生mobi 使用mobi 那就会让所有的用户 都要被黏在这个平台上 那你要怎么样先去打开这个正循环 那当然前提也就是 你这个平台购物网站上面的品项 是要越来越齐全 让越来越多人都会想来逛的 我们先来看到 就是说momo他会变成这么一只超级巨像 说实在他也是慢慢的变这么大的 而且是在误打误撞 也不知道吃了什么 然后就变成一只这么大的一个 那个大皮像了 但我们现在看到 就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他在物流这一块 我们有看到那个电动三轮车 就像我刚刚讲过 那个大车小车都有 所以他做短链这一块 他到底是一个实验性质 还是已经看到了 其实台湾你说说长也不长 说短也不短 但他就是可以有大车小车这样的接驳 这种思考的方向 我倒是觉得蛮奇怪的 对这个其实也是他们蛮著名的策略之一 我觉得他是思考实验过 证实了成功 所以就继续这样子的策略 他们的策略简单讲是 他会在全台湾各地大小 建很多的卫星舱 什么叫做卫星舱呢 卫星舱就是指 你就想象大仓库就像一个行星 那所谓卫星舱就是说 围绕在他周围会有很多中小型的仓库 那这个的用意是什么 其实就是加速出货的速度 等于说假设今天我们在中广大楼 在台北的中山区 他可能台北中山区附近就有好几个舱 那所以当你今天下单一个东西 如果我在中山区附近的舱里面有 等一下这也是速度的问题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商业周刊 议题中心的主任吴忠杰来谈一谈 刚刚提到问个卫星舱 我倒觉得真的是蛮特别的 因为物流中心说实在要盖 已经要很花钱 他在盖几个卫星舱 对因为最传统的物流观念是说 我就盖一个好大的桶仓 然后哇里面就是分层啊 万屏啊 然后各种机器人捡货啊 然后应有尽有这样的一个大仓 从这个大仓在统一开始出货 因为这确实也是一种 比较更有效率 更省成本 成本效益高的做法 可是这个的思维 或者说这个的短板缺点是 那如果当你真的是要让消费者 很快速的可以收到东西的时候 那你一定是当你的仓库 离消费者越近 那消费者可以收到货的速度会越快吗 那只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如果你今天在台北市区 台中市区 高雄市区 哪里来那种万平大土地 给你盖一个大仓库 贵死了 所以他只能盖这种小小的卫星舱 那当然这个成本一定是比较高的 可是他相应的好处就是 消费者会越快收到我的东西 但他其实也有个难度 他不是只是我肯砸钱就好 因为他考验的是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区的消费者 通常要买什么 会买什么 你可不可以预测他 他买什么 所以我先把货背在这个仓库里 比如说 哇 这个中山区方圆五十 方圆三公里以内的消费者 原来他们最常买的是 某某牌消费 某某牌卫生纸 某某牌香皂等等 所以我多背一些在这里 那当他今天出货 我就可以马上 他下单 那我就可以马上很快的从这里就出货给他 那这个你就会让你的卫星舱变得更有效益 你知道吗 我之前其实是先关注一家大公司 就是Costco 对 Costco也是毛利率很低的 可是他靠什么赚钱 你知道 大家都以为说 我今天开店 我就是卖很多 然后我商品赚钱 其实不是 他是靠会员那个会费去赚钱 虽然毛利压得很低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看到 某某 他的毛利这么低 原来以后是他收广告的 对不对 他重点不在于说我今天建了多少卫星舱 我要花多少钱 他其实是要铺一个更长的路 等于我卖东西聚重 当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堆高你的营收的一个方式 然后而且扩大你的这个城市 等于把你的生态圈做大 可是当然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做零收也不是一个利润好的事情 所以他一定接下来要想办法 不管是为了要长大 不管是为了让我的利润变好 他一定也会做 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广告 等等 然后甚至是提供物流服务 底层服务 这些更多元化的事业 也才可以让他长得更大 而且活得更好 生态圈其实就是 把这些消费者 这些消费全部都圈进来 到我的集团 对你看像国外亚马逊 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他连你的那个串流 OTT 就是影音平台 他都要做 这个服务他都要提供 他甚至还要自己出钱去拍剧集 为什么 不是疯了 是因为他就是要让 我这个消费者永远走不出我的这个生态圈 到哪里都逃脱不出我的收藏心 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生态圈等于是用源源不绝的金币 就是钱的一个来源 那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说其实这些电商会变成这么大的一只 你刚刚讲大象的话 其实应该有一个富爸爸 那过去东森也有富爸爸 那他现在比较那个惨一点 那富邦也有富爸爸 为什么富邦可以做这么好 我觉得这应该多少是牵涉到集团DNA 然后甚至或是说这个事业体里面的人的经营方式 思维方式等等 因为确实我们看到 其实台湾太多电商背后都有富爸爸 比如说远传旗下其实也有电商 现在也很努力在做 对人家也还是还在努力 然后东森也是 他现在其实也还是还蛮努力继续在撑 那也有退场的 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联合报系UDN 他以前旗下有购物网站 叫做UDN买东西 也很辛苦做了很多年 但不幸没有做出来 而且已经转型退场了 所以其实还有像刚刚提到波克来 其实背后也是有富爸爸 而且统一集团旗下 还不止一个电商呢 其实如果大家有用他的APP也知道 他现在旗下其实有很方便的网购等等 其实大家都在发展 大家背后都有富爸爸 那我觉得其实富邦可以做得起来 Momo可以做得起来 我觉得是他们一直有一些很 怎么说一直持续进化 然后无所 他们没有极限的再去试的这种心态 他很开放的会去试任何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这次报道里面也有写到 他们其实是针对每一个品牌 每一个供应商 他们会跟你每季 每月 每周 每年每季 每周 每月 在探讨你的销售计划 然后什么时间点 做什么促销 怎么样去打折扣 然后怎么样打活动等等 所以他们的业务团队 光业务团队就有六七百个人以上 而且持续在扩充当中 因为他就是有非常大的业务大卷 在服务每个品牌 然后跟你每天每天 这样去review你们的销售 review你们的计划 甚至他会做到无极限的这种感觉 可能在Momo上面买东西的一些听众 我想大概多少也有体验过 比如说如果你在那边买一些 大品牌的东西 可能像很多美妆品牌 蓝扣 汽尔士 这些 他消费完之后 他会问你说 你要不要顺便集这个品牌的会员集点 等于不是Momo的Mobi 是你还可以登入 他就会帮你串接到 比如说你以前在百货公司 或你在专柜有买过蓝扣的东西 你加入他们的会员 他们自己也会有一套 自己的这种会员集点制度 那你在Momo上 你只要输入你的那个会员账号密码 他就帮你串接过去 等于你在Momo买 你除了拿Mobi 你还可以串到那个蓝扣 或是那些品牌 自己本身的品牌会员制度去集点 那这个背后 其实就是你需要有人去 很缜密的去对接去讨论 然后把这些底层的 很多繁杂的事情 全部都打通串联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 就是也可以看出是 Momo这个经营团队 这间公司的文化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他从很多的小细节 小细节无极限的 一直去试 一直去try 我这听起来 我觉得是蛮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还没有听过 就是说他可以串接到 你要买的品牌的一个会员上 其实对他来讲 没有太大的好处 而且可能是提供给 对不对 对方客户名单 对不对 可是他还愿意这样做 这也很怪 对 因为这其实我想 也是一种互惠 因为比如说这个大品牌 其实他为什么 要来你这边上架 他来你这边上架 当然Momo已经逐渐 成为强势通路 可是通常他来你这边上架 一定是要给 比较更好的折扣 对我来说 对品牌来说 我一定觉得 那我利润变薄了 所以我想他也是要提供一些互惠 等于说 这个互惠有很多种含义 一方面对品牌方来说 就像刚刚韵芬姐提到 他拿到顾客名单 而且我的会员在哪里消费 买什么东西等等 我依然可以掌握 然后我也还是有 促成这个交易 不会说这个交易就消失了 或者跑去外面的水货商 或什么 那另一方面对客人来说也是 我今天为什么我不要去百货中年期母亲节档期买就好 而我要在某某上面买 因为我很划算 我又累积摸币 我又一样累积我的品牌会员点数 然后我折扣照拿赠品照拿 那我干嘛不在这里买 所以他其实等于虽然说看起来做麻烦事 可是其实他这些多赢双赢 最终也都还是会好处回到自己身上 而且我觉得他也是有一些好处是回到消费者身上 不然消费者不会这样的一个支持他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他会踩死很多路边的盛开的花 比方说实在的 我觉得伯克莱如果他真的是营收出现问题 或他做不下去 其实我会蛮难过的 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 书店岛应该是一个城市 或是一个国家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待会讨论一下 另外他这么大 Momo这么大了 你到底要怎么跟他打 还是加入 就这样子 那我们待会来讨论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这里是来Radio中网流星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就是商业周刊议题中心的主任吴中杰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前不久 这个Momo富邦媒 那么在他的股东会上 配发了很不错的一个鼓励 然后也跟大家来宣誓一下 就是他已经包山包海了 那我们之前有看到这个商业周刊的一个封面故事 又提到了很多 那今天挺终结的来 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说整个Momo他已经包山包海了 其实第一个受害者已经向伯克来 他的获利掉46% 46% 因为统一集团有撑腰的 他也没有办法 可是说实在的 他踩死了这些小草小花或盛开的花 其实对台湾来讲 我觉得压力蛮大的 因为出版业 书店 本来就说都是监困行业 都是监困行业 如果再这样子杀架下去的话 我觉得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是 其实对出版业确实 前阵子大家也甚至在立法院召开公厅会 然后可能针对整个图书的打折 折扣制度 其实有很多讨论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要 哇另辟一集来讲这个问题 然后不过刚刚韵芬姐提到很有趣的是说 对其实就是在这个大象寻找水源 茁壮自己的过程 很多路上的盛开的小花 很多小兽可能就会被他踩倒踩伤了 那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对 这其实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 老师说 我们这次报道里有提到 其实大方向是两个 一个是说 要么呢 你想办法去做他 做不到 或者是没意愿做的事情 那要么你打不过就加入他 好打不过 我先讲打不过就加入他的例子好了 其实打不过就加入他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啊 在Momo 其实很多人会去上架他的服务 然后应该说上架他的平台 把东西拿上去去卖 但我一个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卖锅子的厂商好了 那我要做电商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去跟Momo谈就好 其实最好是你有整套的电商策略 甚至你还有自己的官网 然后你有一个自己的电商销售平台 那你等于只是把Momo当成你的众多电商通路的其中一个 这会是最健康的做法吗 那假设可是我今天是一个卖锅具我哪知道我要怎么样去做电商这件事情呢 那这时候其实台湾是有一种行业有一种公司 他就是专门在帮传产去转型做电商的服务提供者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像以前联合报系旗下有一间UDM买东西这个购物平台 他其实现在就是退场转型变成去做这种电商服务的提供者 等于就是像我刚刚说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卖锅具的人 我想要来做电商 他可能就可以来服务我 帮我去架设我的网站啊 串接后面的金流啊什么等等 去做这种电商的背后的开店帮手这种服务的感觉 那也就是说所以你某种程度算是你可以加入某某这个大生态圈 因为你是去帮哇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这种中小型商家 变成有电商化有电商能力的人 那未来他就可以去某某上架 也可以在某某的生态圈底下去存活 那等于就不要直接正面去跟他打仗了 你去当东西品相比你多 这边物流比你快 那你要怎么打呢 对 你就转型吧 对或者另外可能就是你要做他 也许是做不到 或者他可能不一定有意愿做的事情 但老实讲 依我们刚刚推论的逻辑 如果他就是要变成一个万物企业 你说他会不会有什么 包山包海了 对做不到或不愿意做 我觉得很难讲 就算他现在看起来不愿意或现在做不到 但不代表他以后做不到 以后不愿意做 因为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广告这件事情 五年前如果有人要跟你说 莫莫要开始卖广告 你想这什么天方夜谭吗 就是哪里有这种事情 电商就电商卖什么广告 可是其实五年后 当他的使用者已经基数变得很大了 然后当整个电商广告的投放基数都更成熟 其实一切都变成可能了 对我们刚刚广告时间不是听费勇讲吗 就是生态系每一个企业集团都想要建自己的生态系 你看他有台湾大这个手机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我送你摸币 你要不要再续约 那当然好 对于这种比较婆妈型的人 这只要有好处 就像你刚刚讲 他送摸币 你就会想要再去买 因为这摸币你只能再摸摸花掉 刚好你们家就一定会欠东西 欠锅碗瓢盆的 欠卫生纸的 这个墨浴乳的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都很想欠 你就会把它花掉了 所以他变万物企业 然后刚刚讲过的就是 他可能连保险都可以卖 对什么都可以卖了 包山包海了 而且对因为他背后有富邦这个集团 富邦有你看他有电信事业 然后有金融金控事业 然后还有现在就是MOMO这样的 零售电商事业 所以其实如果摸币这个东西 真的打通的话 他效果会非常惊人的 因为等于你在这个大集团 大生态圈底下 其实你的摸币就是 我今天要拿去抵我的电信费账单 搞不好也可以啊 甚至我要去抵那个 我要去用台湾大哥 大家旗下也有自己的串流影音服务 也可以啊 然后或者是我要拿来 就是在MOMO上面买东西 也可以啊 只是其实最近我们的同事记者 何沛酸他也有一篇报道 就在分析这个Mobi这件事情 其实Mobi很有趣哦 但你也不要以为 他好像这个背后有富爸爸 就一切万能一切无敌 其实也不是的 因为呢 其实Mobi在整个富邦集团中 他也不是唯一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大宅门底下 也不会只有一组人在做事嘛 其实很多组人都在做事的 那像富邦 其实他也有别张信用卡 他有一个之前也很厉害的卡 叫做J卡 然后他也会有自己的点数系统啊 或甚至他之前还有其他 像他这次发那个Costco卡 Costco卡可能就不会跟Mobi 放在同个系统啦 所以其实Mobi也未必是 一个币就可以走通天下 而且甚至当他要越做越大的时候 他还会要面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但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你能不能走出富邦集团 比如说像今天那个LinePoint 为什么大家都在用 因为他没有限说你只能在Line上面买东西 或折底用吗 你今天走到哪里 其实你好像LinePoint Line点数这个东西都行得通的 可是如果Mobi他真的今天要变成 像LinePoint那么普及 那他一定也得走出某某购物 一定得走出富邦金控集团 可是如果今天你的富邦色彩这么浓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是另一家电商 我们讲最极端的 比如说PC Home 我今天怎么可能跟你的Mobi生态合作 那我跟你合作 我不就是壮大你我还得了 那你去想象一定有更多的企业 也都会抱持同样想法 我要接受Mobi成为我的折底点数工具之一吗 我接受了会不会其实对我来说 反而我在养大自己的敌人 造成我的威胁 所以这其实也会是他们未来一个蛮大的挑战 你还真相信企业的忠诚啊 消费者是没有忠诚的 对消费者没有但是企业一定有 企业一定会疑心或是一定会防备吗 现在看起来的话 它应该就是已经越来越大了 可是它最后我觉得我没有在MOMO上面买的 我不晓得肥有没有在上面买的 我觉得像生鲜鱼肉菜 我觉得没有 什么时候它会有 生鲜 对 其实如果买冷冻的买得到 我有买过一些冷冻的 你有买过冷冻的啊 其实冷冻的还蛮多选择的 选择很多 我还是去全联 你看它真的是婆妈耶 这个也是它现在一直想办法要长大的一个项目之一 因为尤其过去疫情那两年 其实让大家很习惯 透过电商来买生鲜买菜了 对 那这个也是他们这时候开始很吉利在发展 但确实因为冷冻啊 它这种生鲜类 它其实对于物流 那个冷链是另外一个考量 对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我想这个也就是 某某在要真的成为万物企业的这个过程中 他们目前也持续在迈进 跟要克服的一关 因为冷链到底是冷藏的冷冻的 然后怎么样 而且这个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如果你有在外面买过这种冷冻生鲜东西 你就知道 那个如果你没有凑到满运门槛 你可能动则就要付250300块的这个冷藏冷冻运费 其实成本是很高的 对 因为我看到你们这一集做这种万物企业嘛 就包山包海越大的时候 我忽然想到了 其实我很喜欢跟一些小农买 对 我很喜欢一些小农买的菜 买的水果是不同的 虽然我知道那个运费都会跟我的菜钱其实差不多的 可是会希望那个多样的一个美好 可是现在消费者会不会在那种价格的屈服之下 然后我们就会养了一只非常大的大象 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封面 也希望让大家可以有省思的 就是当然你看见万物企业举起 作为消费者你搞不好会受惠很多 开心 但是你可能也要想一下 会不会你今天你服务的企业 你家的公司会成为下一个在路上 有可能不小心就被踩到的小花小瘦 就让大家来思考一下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钟杰 很忙 白帮你吃饭 谢谢钟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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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